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81回 落入了他人的眼中 仍忽隐忽现的在林中悄然行动着 后面的路程变得出奇的顺利 一路上除了偶尔遇到了几名落单的长毛兽之外 牧族人竟然一个都没有遇到 这让韩丽欣喜的同时 也不禁有些疑神疑鬼起来 但是转念一想 以黑夜森林这等广袤的面积 这点时间没有遇到牧族 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此行关系到灭臣丹 他现在已经深入到了森林如此之深了 虽然不可能再打什么退堂鼓的 纵然心中有一丝不安 韩丽除了多加几分小心之外 双足却没有停下任何一刻 两天之后 韩丽停在一条纤细的树枝上 身体仿佛无误的随风晃动着 双目却盯着不远处的一座百丈高的小丘陵 丘陵上临目稀疏异常 除了几棵年代久远的古树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的树木了 韩丽观察了丘陵半天之后 这才单手一翻转 默然多出了一块黑幽幽的三角形的法盘 法盘中心处一点乳白色的光点闪动不定着 低头看了一会儿法盘 又看了看远处的丘陵 他单手掐绝 对准法盘打出了一道清光 顿时 法盘黑光一闪 那颗乳白色光点一下子飞出 滴溜溜的在盘上一转之后 一下子喷出了一道纤细的白丝 赫然指向了丘陵上的一棵古树 韩丽目光一动 此树竟是古树 其中一棵已经半枯的残暮高约三十余丈 上半截焦黑一片 仿佛经过雷击一般 而下半截呢 却有一些发黄 接近根部的地方 又有一些微微的范绿 韩丽看了一会儿 忽然闭上双目 将神念缓缓地放出 在附近细细地搜索了起来 半晌之后 这才睁开了双目 露出了一丝安心之色 附近的确空无一人 并没有丝毫的异常 韩丽没有马上行动 双目微眯丝亮了一会儿 豪羞一动 数颗银灿灿的圆珠出现在了手中 在一张口扑斥一声过后 一只拳头大的银色火鸟从口中喷出 此火鸟围着它身体一绕之后 化为了持续来长 往手心处一扑 竟将几颗银珠一口吞下 接着一闪之后 钻入地中就不见了踪影 做完这些之后 韩丽单手往储物灼上一扶 手中又多了一叠轻蒙蒙的震旗 二话不说的往前边方向一抛 七八道绿芒鸡射而出 一下子没入到了丘陵四周中 消失不见 韩丽两手掐掘 第一声念动了几声咒语 顿时一层绿色灵光 在丘陵四周浮现而出 但是随即在韩丽法掘一催之下 马上若有若无的连闪几下 就此消影不见了 见到此景 韩丽这才轻吐了一口气 身形一掌 从这树枝上跃下 几个闪动之后 就到了丘陵边缘处 绿光一闪 整个人就此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 从远处看 丘陵上一切如常 似乎丝毫变化都没有 但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一层幻象而已 韩丽本人早已站在了丘陵之上 并且本人就身处那棵半礁古树之前了 韩丽看着此书 脑中却回想起了隆东和少傅曾经提及的事情 据他们所说 若是可能的话 人妖两足卧底 会有人亲自和接情报之人见上一面 好交代一些不变记录的内容 但若是实在太危险 无法亲到的话 则自然的会将情报全部存放留下的 如今 他神念早已扫过 看来不会有人亲自来到此地了 如此的话 任务反而更简单了 只要将东西取走 那他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丽不在所想 伸出了一根手指 冲着身前的古树 虚空一滑 扑斥一声 一道青色剑气破空射出 眼前胶树立刻一分为二的向两侧倒下 从里面滚出了一个乳白色的玉碱出来 韩丽面露喜色 单手虚空一抓 自玉碱一下子腾空而起 直奔其飞蛇而来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一声闷响 一道金光 漠然冲破了韩丽所部的幻术 直奔预检击射而去 韩丽面色微变 不加思索之下 抬起单手是青光一闪 一只青色光手 立刻浮现在了金光之上 一把抓下 紧接着一声熟悉的轻笑 金光仿佛幻影般的 被青色光手一把抓破 但原本正飞向韩丽的玉碱 却是一顿 一道淡淡白影凭空在旁边浮现而出 看似那么随意的一抬手 就将玉碱轻巧的抓到了手中 叶道友 韩丽两眼一眯 转瞬之间就认出了白影的真面目 赫然是那名叫叶颖的白袍少女 韩丽 看样子 你倒是一帆风顺 很轻易的就到了此地啊 少女秋波在手中玉碱上一转 笑吟吟的说道 什么意思 叶仙子难道路上遇到了麻烦 我可在一线天出口和森林边缘处等了你们许久 可毫无音信 怎么 你们出了什么事情吗 韩丽目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问道 很简单 我和龙道友他们在一线天中遇到了那群风骄 不得已分散了 而为了摆脱这些东西 只能改变了前进方向 路上呢 另外又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道友自然不会遇见我等的呀 少女妩媚一笑 竟现出了几分风情出来 韩丽却心中一灵 从此女话中隐隐的听出了一些什么来 她尚未想好下边说什么 一侧空中啊 突然绿光一闪 又冲进来两道顿光 光芒一脸之后现出了一男一女 男的面容英俊 女的貌美如花 正是龙东和少妇 是你 你果然跑到了前面 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声 从两个人的口中惊讶地传出 少妇一见韩丽也安然到了此地 略有一丝意外 而龙东一见白袍少女却露出了欢喜之色 哦 原来是龙兄和小道友 不是小妹快 而是二位道友动作慢了一点 白袍少女望着二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东西 叶姑娘已经拿到了 龙东目光啊 在少女手上的东西人一扫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而少妇见到那玉剪落在了白袍少女的手中之后 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不错 在下的确刚刚拿到此物 其实说起来啊 应该是韩道友最先到此的 小妹和两位也只是先来一步而已 少女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悠然地说道 韩兄 此地就只有这枚玉剪吗 少妇沉默了一下 忽然这般问道 韩丽心中一动 但是表面却平静地点了点头 见到韩丽的回答 少妇不言语了 而龙东的望着少女也是一言不发 而白袍少女却在此时低下了头 只是微笑地把玩着手中的预见 一时之间 此处立刻变得寂静无声了起来 但是空中的气氛不由得凝重万分 仿佛是暴风雨爆发前的征兆 叶妹妹 这位玉剪能否让妾身先看一眼 这次派到墓族的卧底就有我们黑凤族之人 说不定啊 里面就有本族人的一些留言呢 少妇神色一缓和颜悦色地说道 哎哟 这个恐怕不行吧 不瞒姐姐说 派往墓族的卧底 恰好也有我们叶家之人 我看不如小妹先看过 然后再交给姐姐 您看如何呀 白袍少女一抿嘴唇 奄然一笑 闻听少女此言 小红面色大变 再也没有办法保持笑容 目光一下子阴沉了起来 既然已经拿到了东西 此地可不是酒流之地 我的啊 赶紧先离开这个森林再说吧 隆东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小妹正有此意 白袍少女竟一口答应了下来 少妇嘴唇动了一下 但是呢 最终没有说出口 韩丽自然更不会有什么反对之意 少女见此一笑 明眸秋波流转之下 正要将这手中的玉碱收起来 一声狂叫 附近一棵古树中 突然喷射出了一道银芒 速度之快 简直瞬息 就到了少女的背心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白袍少女 虽然并没有回头 但是鼻子一声冷横 郊区只是一动 就一模糊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 人一定出现在了十余丈远的另一处地方 但是身形刚未显现而出 从其足下处 墨然又有一道蹄快的银芒射出 这一次 少女终于面色微变了 她肩头只是一晃 足下就仿佛安了弹簧一般的 一下子斜射出去了数丈远 顿时闪过了足下的攻击 但就在这个时候 破空之声响起 一道淡若不见的透明的光丝 从近在咫尺的虚空中积舍而出 目标不是少女 却是此女手中的那枚玉茧 白袍少女一惊 急忙手一缩 但是却终究迟了一点 喷力声过后 玉茧立刻爆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碎片 少女惊怒交加之下 眉间煞气一闪 反手一撞 竟硬生生的将那道透明光丝 一把抓到了手中 然后呢 狠狠的向自身一拽 扑通一声 一个身体既经透明的巨虫 从虚空中被一下子拉了出来 这仿佛妖虫的东西 体长三四尺 仿佛一只巨蚕 但是 肥瘦的身体背后 生有两对蚕蚕 拼命的煽动着 似乎呢 想挣扎着飞起 但是 偏偏透明光丝的另一端呢 赫然就是 刺虫的大口 如此一来 被少女拉紧之下 刺虫自然无法飞起 分毫的 而玉剑被毁的一瞬间 杭丽等三人顿时都愣住了 几乎同一时间 剩余的几棵古树上 漠然绿光大放 随即几棵古树虚影一般的光化溶解 原地一下子出现了几道绿乎乎的人眼出来 仿佛直接从树中诞生的一般 真没有想到 东西竟然藏在这个地方 若不是你们带路 还真的是难以找到的 如此一来 木族就再无后患了 一个高大人影一扫 韩丽等人之后 口中发出了有些生硬的人族的话语 韩丽一看这些人的相貌 瞳孔骤人之间一缩呀 这些人猛一看吧 一个个儿 似乎和人族有些相似 但是 偏偏所有人的肌肤都是碧绿的 五官除了双目微子之外 更是和人族一般无二 甚至可以清晰的辨认出 其中两名身材苗条之人 是女性的样子 这些人眼正是木族之人 让韩丽更加吃惊的是 木族人所穿的闪闪发光的 丝绸般的长袍的腰部 大半的都系着一根橙色腰带 而为首那名高大木族的腰带 竟然城隍中还带有一条银丝 一想到有关木族等阶传闻 韩丽的心 默然沉到了深渊 银街 你 你是银街木铃 一看清楚那名高大木族腰间的腰带之后 少女满不在乎的表情也荡然无存 神色难看至极 在下银街 下位临时木端 几位居然到了此地 就不要再走了 姑且在本族做客一段时间吧 高大的木族毫无表情的说道 随后呢 单手一挥 身后那些腰际成带的木族人 同时一弯腰 双手一按地面 顿时啊 一层绿芒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向丘陵四面八方骤然 弥漫而去 原本站在地上的韩丽和白袍少女 想也不想的 立刻就腾空而起 轰隆隆的巨响之声 一下子从四面八方传来 韩丽所下的幻术尽致 一瞬间 就在一股无形之力的作用之下 崩溃瓦解 而幻术一去之下 丘陵四周 一切顿时显现而出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绿光所过之处 附近的树木 全在绿光中 化为了一只只高大的长毛兽 兽中持有着一件件 五花八门的冰刃 皮毛颜色更是各异 有些呢 甚至还刮起了一阵妖风 直接腾空飞至了天空之上 如此粗粗一看 足有数千之多 密密麻麻之下 将此丘陵全都围得是水泄不通 龙东和少傅一见此景 脸上顿时全无血色呀 杭丽嘴角抽搐了一下 也是露出了一丝苦笑 只有白袍少女 神色是阴沉异常 只是凝望着 那叫木端的木灵 看不出 其心中是如何想的 这是木族近千年才研究出来的木源兽 若是你们看过那枚预见的话 想必其中应该有此记载的 但现在 这个家伙一阵冷笑啊 显然是有讥讽的意思 动手 一个陌生至极的声音 木然从虚空中响起 汉利等人一愣 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白袍少女却突然一张口 一道赤红血光喷出 木然就化为了树道红色的血丝 直奔除了迎接木灵在内的 其他木灵机舍而去 那几名木灵一惊啊 或身上啊 浮现出了一件木甲盾 或同样的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绿霞出来 想要挡下血丝 但这些血丝 不知是何物凝裂而成 竟仿佛虚影一般的 洞穿这些防御而过 一闪便没入到了 这些木灵身上 这些木灵全身雪光一闸 瞬间啊 被一件件血色丝网 笼罩其下 竟一时没有办法挣脱而出 同一时间 原本被汉利用剑气 展开的两片古树的残骸 竟一个翻滚的 骤人化为了两道淡淡的金影 往木端身上一扑 木端冷哼了一声 随手冲其一点 顿时 两道荧光一闪 弹尸而出 正好激在了金影之上 轰轰 两声闷响 金影就此爆裂开来 无数点金光四箭飞射 将迎接木灵 就此照在其下 一声大吼啊 木端四周 漠然浮现出了一片金色符纹组成的法阵 在灵光大放当中 将此高阶木灵 团团围住 木端的眼中啊 紫芒一缩 两手一合 手心中一团刺目的荧光浮现 然后无数道银芒 向四面八方 暴射而出 轰隆隆的巨像传来 银芒金服 交织闪烁 那些金色的符纹 不知道是什么古怪的神通 硬生生的挡下了这名迎接木灵的一击 只有一小部分符纹被震散开来 这一幕让这叫木端的高大的木灵 心里是惊怒交加呀 不加思索之下 两手之间再次浮现荧光 凝聚的光团一看就远比上次还要刺眼几分 但这个时候一件银阶木灵和其他高阶木灵 全都被围住的样子 韩丽和龙东虽然有些惊疑 但哪儿还会再继续疼死啊 当即狂喜之下 纷纷动用了保命神通 立刻向四周击射而走 其中 少傅两手一掐绝 身形往地上一滚了 瞬间就化为了一只艳丽异常的火缝 浑身黑色妖艳滚滚 往墓园群中一冲 所过之处 任凭巨猿各种武器极身 全都瞬间化为了灰烬 眨眼之间 此风就冲出去了百渔帐之远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882回 凡人修仙传第882回 龙东神色凝重之下 一口吞下了一颗五色丹药 随即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再次浮现了那一套带翅战役 双翅一盏之下 战甲上竟然浮现出了一条五爪金龙的虚影 此龙一声长吟冲天而起 接着一个盘旋 没入到了龙东的身中 随即雪智青年身上金光大放之下 骤然的化为了一道十余丈长的金虹破空而走 在金光隐隐中 一条五爪金龙摇头摆尾 金光所过之处 前方所有阻挡的东西 都立刻化为了一砰砰的雪雨阴空扫下 相比前边两人如此惊天动地的桃顿 韩丽动作却悄然无声 背后一声雷鸣之后 一对青白色的羽翅浮现而出 接着他一张口喷出了树团赤红的精血 围着他的身体滴溜溜一转之后 就化为了大片的雪雾 将其身形掩没其中 雪雾翻滚锦下 一缩之后 里面就一道雪影仪射而出 几个闪洞过后 就仿佛无形之体 洞穿了密密麻麻的木原兽 出现在了无边的天际尽头 再次一闪 雪影这才彻底消失不见 韩丽化神级别施展出来的雪影盾 竟比黑凤和龙东所画的金光 快了背许有余 让这两人在盾光中远远见词 不禁目瞪口呆了呀 白袍少女却又是另一方光景了 只是单手一晃 一口红灿灿的断刃出现在了手中 也不见其有任何掐决动作 只是将此刃对准某一方向 木原兽最多的方向 轻飘飘的一挥 顿时附近空间的天地间 元气一阵颤抖啊 一道百余帐 仿佛晴天巨珠一般的赤红刀光 从虚空中悠悠的浮现而出 并往下徐时一展 刀光所落之处 被笼罩旗下的木原兽一阵大乱 纷纷惊恐万分的想要逃离此地 不可思议的是 所有的木原身形刚移动的瞬间 屈体就一颤的自然了起来 转眼之间 上百只木原兽就在红色火光中飞灰烟灭了 前面显出了空荡荡的一条笔直的通道出来 而巨大的刀光根本还未惊吓 就诡异的一闪消失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从那棵暗藏预检的残缺的古树的根部 一只拳头大的绿色火鸟突然从中鸡舍而出 一闪化为了一道绿芒 没入到了少女的身体当中 白袍少女见此却面上一喜 深吸了一口气 身形一动就在原地消失 但马上一闪过后 在通道中间地方出现 但在下一刻 人就在此消失浮现 诡异的出现在了通道的尽头处 少女呢 随即二话不说 化为了一道白红破空而走 动光若隐若现之下 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同样消失在了天边尽头 此女诡异的盾数 竟似乎完全不在韩力的血影盾之下 此刻 被那些金色浮阵围住的木端 手中的荧光再次爆发而出 这一次呀 银芒威能 显然远非上次可比 一击之下 竟将大半的金服全都震散消失 仅剩下了些许 还与此 木铃滴溜溜的旋转不停 此木铃脸上毫无表情 但是眼中紫芒可是一阵狂闪啊 突然羊头发出了一阵清冷的坚明之声 顿时附近空中那些牧原兽一阵骚动之下 立刻化为了几股风头 向韩力等人急追而去 与此同时 在黑夜森林的其他几处极远之地 呼应一般的也响起了同样的坚明之声 韩力并未催动雪影盾多久 已经将那些重兽甩得看不见踪影之后 当即呢 雪光一收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继续盾走 但是就是这样 他的脸色也明显比原先苍白了几分 看样子 最近一连两次的动用雪影盾 让其真的伤到了元气 不过一想到身后 可能会有银接的牧林追赶 他又怎敢又丝毫的松懈呢 那可是相当于人族合体期的存在 他就是再自负又逆天神通 境界相差如此之远 也绝不敢奢望交手后会有获胜的机会 即使对方只是一只银接下位的存在 这次要不是暗中另有人出手相助 忽然呢 用秘书困住了这位银接牧林 恐怕他们就是连逃走的机会也都没有啊 但是显然 那种金色的浮阵 也没有办法困住这种存在多久 几个人分头而逃 谁都有可能被此银接牧林盯上的 他才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虽然没有再动用血影盾 但韩利在青色盾光当中 背后风霉翅不停的 一下子一下子的煽动着 而每一次的闪动 都让其的盾速骤人之间加速一分 十几次之后 顿速之快已经完全不下于一般的脸须修饰了 不过就是这样 韩利也不敢回头一下 只是闷头啊 往前狂赶 速速 几下破空之声 从下方传来 随即呢 几道进风 激射而来 奇快无比啊 韩利脸色一沉 顿光在空中漠然一顿 三道青光从下方一闪擦过 距离他的身体呢 只有几尺之远 刚才若不是韩利停下顿光 恐怕立刻被这三道青光动穿身体而过 如今三道青光一个盘旋 化为了三名牧族之人 韩利目光一扫 这三人腰间呢 那腰带竟然是淡黄色的 当即心中一松 这说明啊 三个人只是相当于人族的 元英修饰般的存在 他自然不会放在眼中的 韩利也不见其动用任何法宝 背后风雷赤指示一动 就化为了一道青白色的电弧 弹射而出 雷电是何等的迅捷啊 只是一闪 人就诡异的到了中间那名牧铃面前 此牧铃面上没有表情 但是 牧中紫芒一阵急转 竟毫不畏惧的 一抓木毛就直奔韩利下腹直刺而来 木毛尚未急身 就爆发无数道青色的刺芒 仿佛要在一瞬之间 将这韩利洞穿的千疮百孔 韩利目光一寒 面孔啊 金光大放 刹那之间 浮现出了一层仿佛透明的金色鳞片出来 那些青芒一次到身体之上 竟然爆发出了金属摩擦的刺耳之音 全都被硬生生的反弹开来 丝毫作用都没有 与此同时呢 韩利一只手臂诡异的一探 竟一把将那刺来的矛头抓住 任凭眼前的木铃拼命的回抽 却纹丝不动震 此木铃呢 脸上青漆一闪 毫不迟疑的一把松开了木毛 身形向后是威慑而去 动作快似流星 不可谓不快啊 但韩利另一只手臂 却嘎嘣一声啊 暴涨持续 就仿佛瞬移一般的 一下子出现到了木铃胸前处 五指如箭 略以模糊就没入其中 清脆至极的一声清响 木铃的身体 仿佛纸糊的一样 被韩利啊 一张强横的肉体 一把就给抓破了 从此木铃背后探出的五指 却捏着一颗淡黄色的 宝石状的金屁 从韩利 应接中间木铃一击 到七身到其跟前 一把抓破了他的胸膛 只不过是刹那之间的功夫 两旁的另外两只木铃剑刺 口中发出了怪异的一声尖鸣 竟然一人一张口啊 喷出了一团黄霞鸡舍而来 另一只呢 手中轻芒一挥 混化出了无数道虚影 将韩利大半身体罩住 韩利冷笑一声 两手一出就想收回双臂硬敌 但是大出他预料的事情出现了 其单手插入木铃身体 和另一只手臂所抓住的木毛 竟同时绿光大放 并凭空生出了一股 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吸力 他双臂一晃之下 竟然纹丝不动 双手呢 竟然无法抽出 而就在这略一耽误 黄霞光瞬间就到了面孔之前 而几道虚影呢 并射出了无数道的青芒 直刺而下 韩利脸上一丝诡异闪过 同时嘴唇一动 似乎说了一句什么 同时呢 他的身上金光大放 肋下各自虚影一闪 四条模糊异常的金色的手臂 诡异的浮现而出 几条手臂唯唯一晃 一条金臂一动 一拳打散了眼前的霞光 一条金臂则虚空一滑 顿时金色背影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 轻易的就挡下了漫天的青芒 与此同时啊 另外两只金臂 却对准了两只木灵十指一弹 十道金色剑气击射而出 瞬间到了两只木灵前呢 这两只木灵一惊 一个身上浮现出了青色木甲 另一个呢 却手中多出了一只黄色木盾 同时想挡下剑光 但是十道剑气 可是韩利体内青竹风云剑所化 是何等犀利之物 只是一闪 就将两只木灵连同身前东西一同切开了 两只木灵的身体啊 瞬间就变成了树块 但是韩利却仍不肯罢休 两只幻化出手 接连弹射不止 密密麻麻的剑光狂涌而出啊 转眼之间 就将两只木灵淹没在金光当中 两棵血水顿时洒落而下 韩利啊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被吸住的双臂突然一抖 一阵波纹状的金光 诡异的在壁上浮现 木灵躯体和青色长矛 一接触着金光 顿时在颤抖中寸寸的碎裂 最后呢 竟然化为了一团青色的木粉 随风消逝了 韩利将两手抽出 身上金光一脸 另外四条模糊的金壁一闪就不见了 这次对付区区几只元英级别的存在 就动用了凡胜真魔弓 还真是大才小用了 不过这个弓法修为尚浅 没有办法真正发挥神效 尚没有办法呢 用于正面之对敌作战当中 但是一等到他修为进入炼虚 修炼到了这些法觉 法体双修之下 这凡胜真功的威力 绝对大到难以置信 绝不在任何一部 所谓什么顶阶功法的威能之下 对这一点呢 他倒是有几分自信的 韩力心里的思量着 再次化为了一道青红石鸡舍离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下边的路上 韩力又碰到了数拨木族人的拦截 但是这些木族之人呢 各个修为都不太高 大多是相当于原因级别的木铃 甚至呢 还有一些更低阶的木铃出现 对于这些木铃 韩力啊 是能躲就躲 实在不行的话 则施展霹雳手段 一下子击毙对方 根本呢 不给对方纠缠的时间 结果在空中 一路狂奔小半天之后 韩力终于碰到了大麻烦 在他面前呢 竟然出现了两名 妖际紫色腰带的木铃 一名身材魁梧 一名身材苗条 赫然是一男一女 而在二人的身后 竟然还站着 四头皮毛银白 替长七八丈的木铃兽 每只啊 手中都拿着一根黄色大棍 这四只木铃兽 目光穷穷 一起盯向了韩力 竟似乎通灵异常 开启了灵智的样子 隐隐的呢 带给了韩力 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 似乎威胁并不在 那对男女木铃之下 而那两名紫阶木铃 已经是相当于人族化神级别的存在 同样不是好对付之辈啊 现在韩力 离黑夜森林的边缘已经不足万里 急于马上离开显地的他 自然没有心思再和这几个人缠斗什么 在被拦下的同时呢 脸上煞气浮现 凝望着对面的两人四圆 面上冰寒异常 漠然之间 单手往脑后一摸 大片灰光冲天而起 一个盘旋过后 漠然凝聚地化为了一道 奇出无比的巨大的光环 足有二三十丈之巨 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之下 一下子就将对面的敌人目光 全都吸引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呢 他一只手刨袖一抖 七十二口小剑 无声地飞射而出 向四面八方悄然飞去 他竟然打算用原词神光牵引住对手 然后动用大耿剑阵 将这些大敌呢 一举全灭 同一时间 小红脸色发青地悬浮在半空当中 双目死死地盯着身前浮现的 树道绿影 三明腰间系着紫色腰带的木铃 另一方向上 龙东所画金光去尸不止 在其洞光后面 一只浑身毛发如同赤金的金黄色木园 肩扛一只乌黑巨斧 周身五色霞光 流转不定 流星赶月一般的紧追其后 金光中的龙东已经散去了 鸟爪金龙的形态 但是回首望了一眼背后 争鸣异常的金毛木园 却丝毫没有停下交手的意思 反而呢 狂催顿光不止 前边百余里演出 赫然可就是黑夜森林的边缘了呀 一道白红发出了凄厉异笑的声音 在背后树里处 一道荧光紧追不舍 两者绝都是忽影忽现 眨眼之间就顿出了千丈之遥 白红纵然一时无法甩开荧光 而荧光也没有办法马上追上白红 两道顿光一律而过 冲出了森林地带 将黑夜森林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寒厉身形浮现在半空当中 看着剑阵无数道金丝凝聚的一团 终于将坚持到最后一头银毛木园 也轻易地结割成了无数块 当即轻叹一声 两手一掐绝口吐一个收字 前方于虚空中 骤然之间有数百道金色剑光冲天而起 随即呢一阵清明 在金光大放当中还原成了七十二口金色小剑 这些小剑在空中是滴溜溜一转之后 骑往寒厉这边击舍而来 寒厉袍袖一抖 所有小剑就没入其中不见了 望了望原先剑阵的中心处 那边仍有许多雪雾尚未散尽 寒厉目光一闪 七十二口飞剑布下的真正的大庚剑阵 威力之大远超他预料之外 一时大意被他剑阵围在里面的两个紫尖木铃和四只 一看大为棘手的银色木园 被剑阵放出的剑丝轻易地斩杀而进 毫无抵抗之力 看来龙东所说的清原子以炼须其修为 以大剑阵威力抗击合体其修饰之势 恐怕还真有其事 寒厉心中思量着 却没有在此多停留哪怕一刻 将飞剑一收入体中 再次驱动动光直奔森林边缘之处移舍而去 半个时辰之后 汉力飞离了森林 一离开森林百里之遥 汉力马上就从怀中取出了那张太医画听符 往身上一贴 顿时身形彻底的虚空化了起来 彻底的隐匿了起来 如此一来啊 他才真正的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木人换了个方向继续飞行 就在他从离开没有多久 在身后的黑夜森林方向 又赶来了两道黄色的顿光 光芒一脸之后 现出了两名身迹成黄腰带的木林 这两个木族之人呢 正是当初跟随迎接木林 而被白袍少女施法 暂时围住的那群高阶木林之一 他们在韩力原先停留的地方 好一阵盘旋 又低声交谈了几句 但是最终呢 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有关韩力的线索 只好信信而回了 韩力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心动作 让自己呢 又逃过了一劫 否则真被两名又炼虚极势力的 这承接木林追上 纵然就算能逃得性命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安然脱身的 在飞行了万语里之后 确定真的应该已经摆脱了 木族人的追踪 韩力两手一掐绝 顿时身上符纹一闪 身形从虚化状态恢复了原形 同时呢 身体中一团灵光飞出 再次还原成了那太医化清符 两只手呢 捏着符轻轻一化 这个符就此消失 不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传人修仙传第883回